躺在病床上 脚不自觉抽动 整个过程持续了至少30秒 27岁的图小姐两个月前 完全不像现在能坐在镜头前视讯 原本身体健康也没慢性病的她 6月15号打完AZ疫苗后 身体就开始反复发烧 直到7月14号实在觉得不太对劲 到诊所去看病 退烧本来以为没事了 但在7月17号身体还是出现不适 挂急诊抽行检查 当时医生也没发现不对劲 出院后7月21号腰部酸痛站不起来 反复挂了急诊后 7月26号住进医院病情急转直下 7月27住进加护病房 医生诊断是罹患了格林巴黎症候群 整整在加护病房住了一周 8月2号才转出加护病房 但等待她的却是无止境的复健 紧握扶杆才能缓慢的向前走 还得接受复健师在一旁的辅助治疗 一条腿挂在辅助绳索上 身体围弯向前套圈 训练恢复身体的平衡与支撑 整整住院了34天 陪在一旁的老公 既心疼又不舍 在接受为期一个多月的治疗 总算逐渐康复 在健保给付的情况下 还是付了11万的医药费 目前夫妻俩也在准备文件 打算申请救济补助 负责治愈的台中荣种 嘉一芬院则表示 不方便回应病患的情况 但会协助病患申请救济补助 交由卫福部来审定 TBS新闻吴宣同 严佩宇 周玉峰 台北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